那你们平安 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来看 路加福音22章14到18节 时候到了 耶稣作息 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 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着宴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 诸谢了说 你们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神的国来到 那么我们知道 耶稣在过去 是常与耶稣同在的 但是过了那一天的夜晚 也就是逾越节的夜晚之后 耶稣将暂时和他们分离 那门徒不知道这件事 但耶稣是知道的 那我们也看见 耶稣跟他的门徒 其实也是有很深的 那一种情感 在这个当中 那我很愿意 原文含着强烈 热切渴望的意思 那对我们而言 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么主 是很乐意与我们同在的 然而耶稣 他是道成肉身 来到这世上 那么他要完成 父神 在他生命当中的托付 完成父神 在永恒当中的旨意 而当耶稣完成了 这个神的旨意之后呢 他必须要先回到父那里去 那耶稣就拆派圣灵 来到我们的当中 与我们同在 而耶稣说 他不再吃的言习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十七节又说 只等到神的国来到 那关于这一句话呢 我们可以有几个层次的理解 首先我们看到成就 在原文里面 他有始充满 装满 也有时间上的满了 到了的意思 那并且呢 他也有完成跟应验的意思 那就是表达 耶稣要与我们再同作息 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 他需要一些条件 这个条件 就是神的国充满 完成应验 那么神的国充满 完成应验 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 来去充满完成应验呢 那一方面 我们可以理解为 我们是在永恒当中 与主同作息 因为在永恒当中 神的荣耀是 没有拦阻的 神全然的掌权 在永恒的国度里 那这是耶稣给门徒 那么也是给我们 一个清楚的永恒的盼望 那但是呢 这句话 其实另外也有一个意义 就是表示 耶稣他将要再来 那也就是 包括启示录 包括圣经当中 许多地方都指着 我们的主要再来 那耶稣再来的时刻 我们知道 这就是他得胜的时候 那整个世界 要再一次完全的 由基督掌权 那么神的国 要充满神的国 要完全 那当然按着圣经 给我们的资讯 到时候 我们知道 会有新天新地 会有千禧年 那么 并且 会有一个 另外一种 形态的存在 那么 实际的状态 对我们现在而言 我们并不能够 特别的确定 但是我们知道 会有一个时刻 我们的主要荣耀的降临 并且他会完全的掌权 但是对我们而言 其实我们可以 更多的要去理解 跟思想的是 因为在主 再来之前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会先离开 这个世界与主 面对面 其实是说不定的 所以我们常常 在跟地中人们分享 我们知道 主已经进了 我们知道 我们要警醒 但是与其 一直在等候 那个主再来的日子 还不如 好好地预备 我们自己 让我们预备好了 随时能够见主的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与主同坐席 无论是主再来之后 在这世上 在地上发生的事情 还是我们先进入到 永恒里面 那么在灵里面 在永恒里面 实际与主同在 其实他所指的是 同样一个情况 同样一个状况 所以对我们而言 我们要预备自己 那么不论主 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预备好了 自己没有 这才是对我们而言 真正重要的关键 当然 十七节 十八节 就告诉我们 我们领兵 领杯 那么就表明 我们有份于基督 那也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 要与主同坐席 我们就需要让 自己的里面 被神的国所充满 也就是说 我们要降福 要顺从于属神的 法则跟权柄 使我们能够 享受 神国中 美好的福分 那所以求神 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认识 我们每一天 真正要切募 要寻求的是 让神的国 充满在我的里面 而神的国掌权 主的宝座的设立 其实它都表达 一个具体的事情 就是属神的权柄 属神的法则 能够运行 你顺服于 哪个国家的法则 就表示 哪一个国家的权柄 在这里掌权 如果在我这个人的身上 那我是顺服于 属神的法则 顺服于神权柄 那么就是 神的权柄 在我身上显明 在我身上 发挥作用 那么我就是 活在神的国度当中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从生命的角度 来去理解 神的国 运行在地上 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 愿神祝福每一位 让我们在今天 就让神的国 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祝福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